109年度大学繁星放榜无期中港高中录取率高达7成以上 其中在国立大学部分有22人顺利抢攻顶尖大学 也成为创校以来最佳的录取成绩 而校方表示中港高中虽然是社区型学校 但只要把握学习机会 并且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 依旧能考出亮眼成绩 同学们拿着各自录取的学校手板 在镜头前拍照留念 随着109年度大学繁星放榜 中港高中今年共有85人报名参加 最后录取66位学生 录取率高达7成以上 其中有不少学生原本在国中会考 成绩不够亮眼 但经过三年时间准备 顺利考取到国立大学 我当时候是以舞弊进来中港高中的 当时候成绩不犹豫 然后跟着学校老师的步调 慢慢地往前走 慢慢地学习 跟着老师的上课进度 去复习或是预习 先预习 然后跟着老师的讲义 可能去做练习习题 老师演练完之后 换做学生我们自己演练 我国中生已在这里读三年了 所以我对这里也有一些感情 然后对这里的环境也比较熟悉 然后因为他离我家也很近 所以我每天可以睡久一点 这样读书起来效率也比较高 这次繁星放榜 在国立大学部分 共有22人顺利抢攻顶尖大学 也成为创校以来最佳的录取成绩 其中录取清大工程与系统科学系的 陈凯云同学 国中生放弃就读市区明星高中的机会 选择离家境的中岗高中 除了省下通勤时间 还多次参与发明展 逐渐找出自己的兴趣方向 就是在这里可以参加到 我在市区学校可能参加不到的活动 像是发明展、市建会之类的 那我在这里也可以 就是可能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演讲比赛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有训练到一些口语表达 还有领导的能力 他除了原本课业的学习之外 他还参加许多的课外活动 比如说像发明展 然后还有市建会的活动 那另外呢 在寒暑假班上也都会有小老师的团队 自主性的起来教导同学们课业 那他经常也是在台上帮同学们解题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我们也鼓励成绩好的 不用坐车劳顿 跑到很远的学校来就读 就留在社区高中来就读 我想只要学生认真 我们老师相当优秀 三年后也能够考上很好的学校 校方表示中港高中虽然是社区型学校 但只要把握机会学习 适性发展 并且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 依旧能为自己考出亮眼成绩 找到未来的梦想道路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